兩位先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公關組的設計谷的葉家維 好 大家好 我是公關組裡面的行銷谷的谷員 我叫做北極熊 好 那一開始先介紹你設計的東西 這是我們參加人員的領巾 那他主要可以看到他非常明顯的意象 就是水藍色以及白色的一個組合 那象徵的是這個烏山頭營地的水窟的水 以及我們就是白雲的部分 那給大家是一個非常愜意涼爽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是你設計的嗎 是的 那為什麼下面有個I是不是 就是驚嘆號 是我們這次全國羅夫大會的主要的主視覺 那我們就是一個以驚嘆號的方式 來代表是一個驚奇的模式 那意思就是說大家來參加活動 會遇到很多驚喜就對了 沒錯 會感到非常多的不一樣 會讓我們帶來改變 好 那介紹旁邊這條是工作人員領巾 是的 那工作人員領巾一樣是屬於淡色系的設計 那這位夥伴當初在設計這條領巾的時候 一樣是希望帶給大家 在視覺上是個比較清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黃色的部分就是 這是珊瑚潭的一個空派圖的形式 那大家以後攤開這條領巾就會知道 我們的全國羅夫大會就是在珊瑚潭舉行的 所以這個工作人員是哪位設計的 這位是黃伯浩夥伴 黃伯浩夥伴 那目前他不在台灣就對了 對 他目前出國了 好 那你另外還有設計這個步章 我們這次五篇一組的步章 主要是透過羅夫大會當中 過程中不同的場景跟大會遇到的形式 所設計出來的 那總共我們從正中間這一塊正方形的開始介紹 相信大家在開幕式的時候 會看到我們的主營地有一個舞台 舞台的logo就是一個 這樣會不會太遠了 就是一個灰色的部分 那他其實正中間大師 本來是放了一個同軍的logo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這次的驚嘆號的主視覺 只是正中間這塊的步章 那下面有個字樣是 這次的ROVERMUTE 那再來 另外這一片呢 就是烏山頭一個非常大 大家都會看到的主建築 就是我們的天壇 那搭配的是旁邊我們的水庫及草地 後方則是象徵著夕陽的時刻 好 那大家當然都知道烏山頭 為了我們台灣的台南 台南最重要的意象就是我們非常多的古蹟 它是我們的台灣府城 因此我也在這次的步章裡面 放入了我們古蹟的意象 包括了赤坎樓 那還有一載金城 以及安平古堡等等的 好 再來第三塊呢 是我們 因為大家都知道ROVERMUTE 是個露營 是camping 所以一定少不了的就是營火 那我們這次的設計就是 這塊呢 就是在一個草地上 那太陽快要出來的時刻 旁邊有我們的帳篷 以及我們的營火 以及其他的夥伴會在營火旁邊 最後呢 是最特別的一塊布章 就是因為 今年剛好是羅浮一百週年紀念 所以我們就把 配合我們的羅浮百週年團隊 做出了這個羅浮百週年logo的布章 好 那我們現在請這個北極熊 來介紹你這次公關組 你所擔任的一個工作 嗯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北極熊 對 那在這一次公關組裡面呢 我是擔任行銷股的股員 對 那這一次在我們的羅浮大會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寺院樓二樓 我們會有一個scout shop的一個攤位 那我是負責在裡面收銀以及販賣 歡迎大家來就是來參觀我們的scout shop 裡面有我們所設計的一些小小的物品 那也有很多紀念品 然後可以大家帶回家 就是希望大家喜歡這樣子 那除了我們的scout shop裡外呢 我們其他還有一些攤位也是由我們所接洽的 對 那大家也可以來看看我們的二樓的興趣小組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那也歡迎大家來參與 最後兩位講一下為什麼這次想要來擔任工作人員 好不好 嗯 好 對 在二零就是第十三次的那個 四年前 對 四年前的羅浮大會有參與過 那我是參加宜蘭區的就是印象很深刻 那這一次呢就是想要延續之前的一個回憶 算就是快樂的回憶 然後也希望把這個歡樂帶給大家 所以這次來擔任工作人員 對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玩得開心 好 家瑋 OK 那我是因為在參加群長年會的時候 剛剛有夥伴來問我說 欸 家瑋你之前都有在接觸就是設計跟電子繪畫的部分 那今天羅浮大會有這個需求你願意願意來幫忙 那也剛好適逢羅浮百周年 我覺得這個機會真的非常的難得 所以我覺得其實與其 不講與其就是我覺得我還是可以盡我一份心力 然後為這個羅浮繼續打拼 好 謝謝兩位